Sup OK 好按確定喔 好 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對不對 1月 點一下 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選起來對不對 Ctrl C 然後呢 切到第一季 切到第一季的 也要點一下A2 然後做什麼 Ctrl V 在 Ctrl向下 它是一個Selection的 Ctrl向下 等一下 貼上去Ctrl向下 它會走Ctrl向下 OK好 Ctrl向下 這個範圍的最後 一列了嗎 最後一列 然後再一列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多按一個按往下 它會自己幫你寫一行 Active Sale Den Obset 然後刮弧1 0 好 錄完了對不對 請你把它停止掉 停止 這個時候呢 你怎麼看你的劇集 旁邊有個劇集對不對 或者到Visio Bay這個都可以啦 不過 這邊好像比較快一點 按編輯 它會跳到Visio Bay 或者是說你從這邊Visio Basic 模組 Module 也是一樣 這個方法跟我們之前一樣 就是 打開模 這個模組 是錄製劇集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的 這個工作表整合 也是自己幫你產生的 根據什麼 根據你錄製劇集的時候的名稱 一樣 當然你錄製劇集的時候 如果沒有修改這個名稱的話 之後再來改 當然也可以 沒有問題 這個Sub也可以對應到 將來一個按鈕 這個將來按下去 也可以 自動幫你 做完那些事情 比如說 我們做完 什麼事都沒改 你可以 可不可以變成說 這邊加一個按鈕 假設你剛剛做的事情 其實 你這邊再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就是 工作表整合 加做完之後的話 就會WALK了 所以 反正你什麼都不改 都沒有改 把第一劑的東西 先清掉一下 這邊 剛剛貼的東西先清掉 然後 這邊點下去 你會發現 第一劑 有沒有 你剛剛做的東西 他就會重新再幫你做過一次就對了 那只是說這個動作呢 只有一月份 但是我要二月 三月 四月怎麼辦 那這部分的話就要修改了 也就是你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必須把它 再切到 Visual Bank 裡面的模組 這一個 那基本上 當然你可以 比較沒效率的寫 比如說這個 做完之後 然後 然後 再把它切回到二月份 然後再把它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再貼過來 再做三月 那城市當然會很長 所以 不是我們要的啦 因為我們要當然是盡量可以讓城市精簡一點點 看起來漂亮一些 加個單引號 加個數字 就是一個比較看得懂的註解 OK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慢慢修改 比如說二月份三月份 如果我們也同時要能夠一次全部整合到第一季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其實錄製劇集 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將來如果很多城市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先錄製一下 然後再來看一下大概怎麼寫 然後 可以拿來做參考 有些不會寫的 其實也可以 用錄的 也可以產生 所以很多人 不會寫的怎麼辦 錄下來之後 拿來先拿來用 那也許之後有更好的答案 你再把它取代掉也OK 好